现在的时间是2023年的2月5日1点07分 我看到这个在浪浪上啊都在转他这个帖子 我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干什么的 但是他这段视频好像是个诀别视频 那么他这个视频呢是发的时间呢是 2月4号23点35分 距离现在呢是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了吧 一个小时40分钟了吧 那么在下面的这个评论呢都说要赶快找这个人 就是赶快报警 别想不开不要做傻事救命啊有没有人报警 不要离开我们你还有我们啊 所以说这个好像这个女孩子碰到了微信啊 我们看这个女孩子说什么这个这个视频里面 大家好 我叫狗鲁鲁鲁 你可能不认识我 但是你应该会在各种常常广告上看过我的形象 先说好 那并不是我的授权 只不过我没有能力去管他们而已 其实这个视频在一个星期前 从小蜂蜡上被强制驱逐的时候 我就想把这个期间会讲述了一下 我的成长历程 在于正式行李后 等着我偏望去 有没有人跳出来打架 毕竟我的故事里 还有其他的人 是不是说配方 我看好 我助理解为你 吉他里 我的表达没力吧 与其在我走后 被游戏呢 将有加速 不说报道 还不如我自己讲的一听 今天去参加学校蜡蜡的时候 尽管我已经入住了 被驱赶的心理能源 可是当这把人员出现的时候 我还是克制不了那种 流伤心头的屈辱感 在我现身形象如此糟糕 民生如此坏坏的情况下 我是不可能得到现实中正经工作的 一点工作机会 并且我是被执行的 还不能自不创业 我现在还要剥夺 我去漫长见粉丝的工作机会 甚至未来还有可能出现在 被冲杀的黑命山上 最少我在家的时候选择生 而且因为我觉得外面的世界 一定很精彩 我被网包的时候 是因为有人告诉我 是在为别人的错误成当事 律师那件事情 我选择生是因为 但是愚弱的好转 让我感觉未来的希望 现在我做了这样的努力 在外面的最热烈的 最完美的生产 和你们最热烈的爱的时候 按下这一个够单听线 这半年很远的 情况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为我是帮助 我无法想想要离开的网络世界 以我这长话败罗之躯 将名声揽迹的 我要如何在现实生活中 古言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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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的旗袍 我希望在我走后 大家讨论起我 是我 谁就说 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的旗袍 多可惜啊 我可以逗留 不容易的话 但是我给我定制 如果没上了战时 或者索拉塔 都不会好 然后就给我们买买光 做巴尔士玛湖 让那个男的场所多好 如果能真的有名本 我希望我可以谈谈正正的 但在幻想外面 不再被驱逐 如果能有来生的奥 我希望我们下次的见女士 大家好 我叫古头罗里 是一名抠舍家族 结束了这个视频 这个好像是个绝别的视频 听这个女孩子口音 有点潮善那边的口音 大家呢 都说要救救他 不管发生什么事 生命是最珍贵的 不能威胁到生命的安全 他的名字叫 在新浪上叫 我是狗头罗莉 大家如果看到我这个视频 有知道这个女孩子的 能可以帮助到她的 也帮帮她 我对这个女孩子一无所知 不过大家在新浪上都在转她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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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